在上次的教學中,我們談到了該如何使用String這個自創物件 String這個同時也是Java裡面的一個基本型態 在這次的教學裡面,我們要來看看如果你要儲存一些數值 在Java裡面,就是一些數字啊,比如說123或者是小數啊,0.5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要該怎麼儲存呢 好,那一樣很簡單 如果要儲存一個數值的話,那我們先從整數來開始 要儲存整數的話呢,Java裡面這個基本型態 儲存整數的基本型態,叫做intint 也是integer,整數的意思 那與String一樣的用法 在宣告它的這個物件的名字之後呢 在宣告你要什麼樣的物件之後呢 我們後面就接上它的名字 那我們現在就隨便取一個 假設這個整數叫做number 那這樣呢,這個物件其實還不可以使用 那這個等於 那這個等於還是要記得 它不是說這個10就是等於這個number 就是數學上的等於 它不是數學上的等於 它是一個比較像指定的用法 就是我把右邊這個數字,這個10 我指定說我要把這個數字儲存到這個number 這個整數物件裡面,叫做int 那這樣我們完整的告訴Java說 我現在要把10這個數字 儲存到number這個int型態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印出來 只要用一樣的方法 把AA替換成number 然後執行它 這邊它就印出剛好我們的數字10 我可以把它改成7 這樣,它還會印出來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麼又顯示這個數字 然後又顯示我們最原先示範這個字串呢 如果要同時顯示兩個的話 其實最直覺的方法就是 我把這個東西複製一次 然後再把原本的AA這樣貼過來 Java在執行的時候 還會先印出我要我們的數字7 然後再印出hello world 你看7,hello world 但是你有時候會想說 嗯,那有沒有 這樣做感覺好像有點多餘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那實際上是有的 在Java裡面如果你要連接 兩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它們兩個都可以印出來的時候呢 可以使用加號來連接 比如說我要達成剛剛這個 效果的話呢 我可以用number 然後再加AA這樣 它就會一次印出兩個 這樣7,hello world 比較注意的地方是 這邊沒有換行 因為剛才 像剛才這樣 這個print line的意思其實是 當我印出了這個東西 number之後呢 它會換行 換行之後才印出hello world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出來的結果是 先7 然後之後才印出hello world 它有換行 那如果我是用 剛剛說的加號來連接的話呢 它就不會換行了 它就會 加號連接在一起之後 它會把它當成是一體 就是7hello world 然後 它就會把它印出來 就會變成在同一行 因為它們已經被加號連接在一起了 那同樣的 如果 如果你現在是 有兩個string 比如說 我現在把hello world 拆成hello 跟world 那就大概是這樣 這樣 這樣我們現在就有兩個自傳五件 一個是AA 一個是BB 然後一個 分別儲存hello 跟world 那如果要 結合 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一次印出來 印出成hello world 的時候也是 非常簡單 相信你們都會 AA加BB 它就會自己把它組成 一個自傳 你看 直行 這邊就是hello world 接下來 如果要儲存小數的話呢 你可能已經試過 如果我直接在 這邊這個整數把它變成小數 比如說我存一個7.5 7.5 把它存進去 你會發現它是錯的 我不能把7.5 存到number裡面 這樣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 這個東西 它本身是一個整數的物件 所以 你必須記得 整數它就只能存整數 你不能把一個小數 這種小數 要把它存到一個整數裡面 這不行 所以 那如果我 就是要存小數怎麼辦呢 那就是要使用另外一個基本型態 就叫做float float 就是小數的意思 然後 同樣的 我就 隨便把它取一個名字 叫做 number2 好了 那我就可以 儲存小數 比如說我剛剛 不能存 存不進去的7.5 這樣就可以存進去 可是你會發現 我打7.5 你要存到一個小數裡面 看起來好像都對 可是為什麼 Java 它還是跟我錯呢 那是因為 在 Java裡面 如果你是要用一個 儲存一個小數的話 你必須在 小數後面 多加一個 f 特別 標明它說 這個是一個float 是一個這個float 形態的小數 所以我必須在 小數 打了之後呢 後面再多加一個f 這樣就不會錯了 再來就是一個 比較稍微複雜的地方 你看我們現在有了 各種數字 那 你會想說 那是不是就可以 對它們做 加減乘除這些動作 那當然就是可以的 好 這邊就是 真的有比較複雜 我們現在可以先 宣告一個 東西 宣告一個小數 它專門儲存結果的 叫做result 好 等於 等於多少呢 我們現在就把 number1 跟number2 加在一起 加number2 這個意思就是 應該應該蠻直覺的 就是我現在把 number1 加上number2之後呢 加好後 變成另外一個數字 然後把它儲存到 一個新的小數裡面 叫做result 那我們現在 就把它印出來 看看結果 這個加起來應該是14.5 你看 欸 沒錯 就是14.5 那除了加法之外 減法、乘法、除法 也都是可以的 我們就來一一的測試 減 沒錯 負0.5 那乘的話呢 52.5 52.5 除的話也沒有問題 結果也都非常的符合我們的預期 好 那現在比較眼尖的人 可能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的結果一定要用 那個float來儲存 用小數來儲存 用小數來儲存 那實際上就是因為 我們就來試試看 如果我用整數來儲存 你會發現它馬上就有說錯誤 為什麼會錯呢 你可以想像齁 一個整數和一個小數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精確 答案是小數當然是比較精確 因為它可以儲存到小數點後面很多位 那單位都比1還要小 所以當然比整數還要精確 那在這邊做的動作就是 我把一個整數去除一個小數 我出來的結果 這樣除出來的結果應該是小數 那我如果把小數存到一個整數裡面 那我是不是有部分的精確度丟失了 就是我損失的一些精確度 所以它就會顯示錯誤 那實際上是一種警告 就是你這樣除的話 你的結果可能不正確 因為如果你把一個小數 儲存到整數裡面的話 預設它會變成無條件捨去 就是把小數部分全部捨去掉 那要怎麼樣避免這種錯誤出現呢 有一個其中一個方法 比較常見的解決方法就是 你很確定 你很知道你自己現在真的做什麼 我就是要把這個小數的結果存成 把它存到整數裡面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加個括號 就是括號就是 我把這裡面的東西當成一體 當成一個數字 就是等於他們 除出來之後的結果 我會說 我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當成整數 就是有再兩個括號說 誒 我就是要你們就是整數 然後把它存進去 這樣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因為是無條件捨去 你會看到執行的結果 就是零 不過實際上 在這種情況下 我比較會建議另外一種做法 我們先回覆到最一開始的情況 我們是這樣存 一開始是這樣 好 那 比較建議的就是 你看你現在的結果 你是要用float來儲存 而且你很清楚 這兩個數字 除出來的結果 大概八九不利十 就是還是一個小數 可是你的number是一個整數 雖然說在這個情況下 你拿一個整數去除一個小數 預設是因為 它為了要確保你結果的正確性 它除出來的結果會是一個小數 不過我還是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把這個number 因為它是整數 好 我現在就是 直接指明說 我現在先把 在除的時候把這個number 當成一個小數 這樣 把它當成一個cast 成一個float 就是把暫時變成一個float 然後去除以number2這個小數 結果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我把這個number2 也把它改成整數 也把它改成整數 然後這邊是 假設這個數字是4 那我們現在就把 number1 除以number2 然後result是一個小數 那我除出來的結果 應該就是 7除以40是一串 這個無線循環的小數吧 那我們就來看看結果 發現是1.0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實際上就是你看 就我剛剛講的 number1跟number2 它們都是一個整數 所以我們這樣一步一步來分析 所以 在等號右邊這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就是 number1 除以number2 兩個都是整數 所以除出來 直覺啦 就是平常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 這樣除出來 我們當然就會開始 有小數啊 什麼開始一直 一直除下去 那 電腦它就會說 我這個number1是一個整數 number2也是一個整數 那我除出來 當然是整數除以整數 還是等於整數 因為 如果你兩個東西都是整數的話 電腦在做計算的時候 它並不會 再繼續計算到後面的小數 它只會做完它整數的部分而已 然後就把它這個整數的結果 直接儲存到result 那result顯示出來 當然就是 完全 無條件捨區後的結果 就是1.0 那我們要怎麼避免這種狀況呢 初學者可能還是會認為說 那我把它變成float 這樣出來應該就對了吧 結果還是錯的 那可能比較聰明的你就已經發現了 因為你看 我先把這個裡面的結果 除出來之後它是整數 那我現在在說 這個就是一個小數 那為11萬了 你都已經 結果都已經除出來了 你再把它變成小數 那 當然還是1.0 所以 要怎麼做呢 簡單就是 那我就在 它除之前就說 它是一個小數 比如說這樣 把No.1當成一個小數 把No.2也當成一個小數 那 兩個小數除出來 應該就會是小數了吧 結果 就當然 符合預期 那 以上 只是 簡單的講出 一兩種 平常可能會遇到的這種 類似的情況 就是 兩個數字 相處 或者是相成 然後結果出來的結果 不是你預期的那樣 而且 常常 很多bug 找不到 然後結果 最後發現 70的竟然就是 錯在這種地方 所以 這邊務必要小心 也務必要記清楚 那我現在就來 演示最後一種方法 這邊 我就是把 數字相處之後 儲存到另外一個 新的數字裡面 然後再把它 印出來 那實際上 其實這個算式 也可以直接 就打來這邊 這邊 它就會先印好 然後就直接印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結果 答案也是一樣 1.75 從這邊開始呢 程式就開始 慢慢的 變得有點 需要思考 和一些邏輯性 比如說 我現在4是 7-3 那我這邊 甚至 就可以寫成 No.1 -3 那實際上就是 7-3的意思 No.2 還是4 No.1 是7 那出來的結果 應該也是一樣 好 那各位可能 回去 就還要再 多多的練習了 那如果 同樣的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都會 一一的為你們解答 那我們下次再會 4 5 5 5 6 5